為了要讓品質差 也沒有價溫達 也有經濟價值 花蓮隆改進這幾年有建法加工設備 一月去下皮結醬油 兩三幾塊加工品 如果省工就省時間 四噸以上 大概一天可以取到約三公升左右的精油 可以製成柚皮糖原料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在八百公斤上下 那果肉的部分大概是一噸二左右 主要像文彈油每年差不多有兩萬塊青棟 其中一些沒好看的文彈已經都是拼著 如果要用真條下皮 拿出真油又灰溼灰缸 不過有這個來記起之後 可以擁桌降下真條成本 我們往年在做的話 大概都需要聘請三十名的工人來進行削皮 那只有單單的削皮跟取精油的部分 果作的部分還沒有辦法達成 工作時間大概也要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對這套設備也有這麼好意 後來龍家中央辦 其實是環廣播會給大家 又會了解如何提供文彈酒品產品 其實我們大概到文彈期後面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這些格外品就是丟到原池裡面 做一個丟棄動作 那如果說能把它提取 就做成一些加工品來的話 那它還可以變成是你額外的一個收入這樣 法連都跟中強調 以法庭副部社學院 文彈有五年五四成縱 拼到實在副秀 三個創經濟價錢 這比已經進入的省修改大 未來的國調政策 以管法作業無色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中央